传道书 第一章 在耶路撒冷座王 大魏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有甚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得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 日头落下 极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瓜 又向北转 不住地旋转 而且返回转航远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 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 仍归还何处 凡事满有困乏 人不能说尽 眼看 看不饱 耳听 听不足 已有的时候必在有 已成的时候必在成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甚么是可以指着说 看啊 这是新的 哪知 在我们以前的古时早已有了 已过的是 无人纪念 将来的是 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 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 插救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知 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谁知都是虚空 是心灵忧伤 弯曲的 不能辨值 缺少的 不能足数 我心里议论说 看啊 我成了尊贵人 我得了大智慧 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 狂妄和愚昧 乃知这也是心灵忧伤 因为多有智慧 就多有愁烦 加增知识的 就加增忧伤 传道书 第二章 我心里说 来吧 我以喜乐试试你 你好享福 谁知 这也是虚空 我只嬉笑说 这是狂妄 论喜乐说 有何功效呢 我心里查究 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 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 又如何持住愚昧 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未美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 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修造花园果园 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 挖造水池 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我买了蒲币 也有生在家中的蒲币 又有许多大小牲畜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特为君王的财宝 并各省的财宝 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 就如乐器 并个齐类 这样 我就日渐昌盛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凡我言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们的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后来 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地功 谁知都是虚空 使心灵忧伤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我转念观看智慧 狂妄和愚昧 在亡以后而来的人 还能做慎魔呢 也不过杭藻仙所行的就是了 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智慧人的眼目在他头上 愚昧人在黑暗里行 我却看明有一件事 这两等人都必遇现 我就心里说 愚昧人所遇现的 我也必遇现 我为何更有智慧呢 我心里说 这也是虚空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永远无人纪念 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智慧人又怎样死呢 不过与愚昧人无异 我所以恨恶生命 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 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 使心灵忧伤 我恨恶一切的劳碌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因为我得来的 必留给我以后的人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 谁能知道 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 用智慧所得的 这也是虚空 故此 我转想 我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 心变绝望 因为有人用智慧 知识 公正所劳碌的来的 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位分 这也是虚空 也是大患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泪心 在他一切的劳碌上的这慎魔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 他的劳苦成为愁烦 连夜艰辛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 人莫过于吃喝 且在劳碌中享福 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论到吃用 享福 谁能胜过我呢 神在他眼中 看谁喂好 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 唯有罪人 神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据的 所堆积的归给 神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 是心灵忧伤 传道书 第三章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各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痛有时 跳舞有时 抛制石头有时 堆具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得着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 逢补有时 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 恨恶有时 征战有时 和好有时 这样看来 做事的人 在他的劳碌上 有甚么益处呢 我见 神教世人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神造一切 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又将事 事安置在 世人心里 然而 神从始至中的 作为 人不能参透 我知道 他们里面 没有善 但人若要的喜乐 便要终身行善 并且人人吃喝 在他一切 劳碌中享福 这也是 神的恩赐 我知道 神一切所做的 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 存敬畏的心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 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 并且 神在寻回已过的事 我又见日光之下 在审判之处有奸恶 在公义之处也有罪孽 我心里说 神必审判一人和恶人 因为在那里 各样事物 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我心里说 这哪位世人的缘故 是 神要显明他们 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失受 因为世人遭遇的 兽也遭遇 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这个怎样死 那个也怎样死 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于兽 都是虚空 都归一处 都是出于尘土 也都归于尘土 谁知道 人的灵势往上升 兽的灵势下入地呢 故此 我见人莫过于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 因为这是他的分 他身后的是谁能使他回来的剑呢 传道书 第四章 我又转念 查看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 看啊 受欺压的流泪 且无人安慰 欺压他们的有势力 也无人安慰他们 因此 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 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 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所行之恶事的 比这两等人更强 我又查见人为一切的劳苦 和各样正当的工作 就被邻居嫉妒 这也是虚空 是心灵忧伤 愚昧人抱着手 吃自己的肉 满了一把 得享安静 胜过满了两把 劳苦灵累 我又转念 现日光之下 有一件虚空的事 有人孤单无二 无子无凶 竟劳碌不息 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 他也不说 我劳劳碌碌 刻苦自己 不想服乐 到底是为谁呢 这也是虚空 是极重的劳苦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 劳碌同的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 二人同睡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贫穷而有智慧的孩童 胜过年老 不可纳见的愚昧王 这人是从监牢中 出来作王 在他国中 生来源是贫穷的 我查看日光之下 一切行动的活人 都随从那第二个 就是起来代替 老王的孩童 他所治理的众人 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 在他后来的人 尚且不喜悦他 这真是虚空 也是心灵忧伤 传道书第五章 你道 神的殿要谨慎脚步 因为进前厅 胜过献愚昧人的计 他们本不知道 所做的是恶 你在 神面前不可貌视开口 也不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天 你在地上 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 事物多 就令人做梦 言语多 就显出愚昧 你向神许愿 偿还不可迟眼 因他不喜悦愚昧人 所以你许的愿影 当偿还 你许愿不玄 不如不许 不可认你的口使 肉体犯罪 也不可在天使面前 说是错许了 为何使 神因你的声音发怒 败坏你手所做的呢 多梦和多言 其中多有虚幻 你只要敬畏神 你若在一省之中 见穷人受欺压 并夺去公益宫廷的事 不要因此诧异 因有一个高过居高位的建察 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 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 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 贪爱银子的 不应得银子之足 贪爱丰富的 也不应得利益之足 这也是虚空 货物增添 吃的人也增添 物主得甚磨一处呢 不过眼看而已 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 富族人的丰满 却不容他睡觉 我见日光之下 有一宗大祸患 就是财主积存资财 反害自己 因遭遇祸患 这些资财就消灭 那人若生了儿子 手里也一无所有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 也必照样赤身而去 他所劳碌得来的 手中分毫不能带去 他来的情形怎样 他去的情形也怎样 这也是一宗大祸患 他未封劳碌 有甚么益处呢 并且他终身 在黑暗中吃喝 多有烦恼 又有病患偶气 我所见为善未美的 就是人在 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 劳碌得来的好处 因为这是他的分 神赐人资财丰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分 在他劳碌中喜乐 这乃是神的恩赐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因为神应他的心 使他喜乐 传道书 第六章 我见日光之下 有一宗祸患 普遍在人身上 就是人蒙 神赐他资财 丰富 尊荣 以至他心里所愿的 一样都不缺 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 凡有外人来吃用 这是虚空 也是祸患 人若生一百个女 活许多岁数 以至他的年日甚多 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 又不得埋葬 据我说 那不到妻而落的胎 比他倒好 因为虚虚而来 暗暗而去 名字被黑暗遮蔽 并且没有见过天日 也毫无知觉 这胎 比那人倒想安息 那人虽然活千年 再活千年 却不享福 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 人的劳碌都未口腹 心里却不知足 这样看来 智慧人比愚昧人 有甚魔长处呢 穷人在活人面前 知道如何行 有甚魔长处呢 眼睛所看的 比心里妄想的倒好 这也是虚空 也是心灵忧伤 先前所有的 早已起了名 并知道何未忍 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 力大的相争 加增虚福的事既多 这与人有甚魔益处呢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 就如影而经过 谁知道 甚魔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 身后在日光之下 有甚魔事呢 传道书第七章 名誉胜过美好的告友 人死的日子 胜过人生的日子 往遭丧的家去 胜过往艳乐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 这是放在心上 忧愁胜过喜笑 因为面带愁容 终必使心喜乐 智慧人的心 在遭丧之家 愚昧人的心 在快乐之家 听智慧人的责备 胜过听愚昧人的歌唱 愚昧人的笑声 好像锅下烧荆棘的暴声 这也是虚空 欺压使智慧人癫狂 贿赂能败坏人的会心 事情的终局 胜过事情的起头 灵力忍耐的 胜过灵力骄傲的 你不要灵力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不要说 先前的日子 强过如今的日子 是甚魔缘故呢 你这样问 不是出于智慧 智慧和产业并好 而且见天日的人的智慧 变为有益 因为智慧护毙人 好像前护毙人一样 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 你要查看神的座位 因神使未取的 谁能变为直呢 欲亨通的日子 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 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这两样对裂 为的是叫人 查不出身后有慎模式 由一人行义 反之灭亡 由恶人行恶 道享长寿 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 所见过的 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 何必自取败亡呢 不要行恶过分 也不要为人愚昧 何必不到妻而死呢 你持守这个魏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因为敬畏 神的人 必从这两样出来 智慧使有智慧的人 比城中十个勇士 更有能力 时常行善 而不犯罪的义人 世上实在没有 人所说的一切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 因为你心里知道 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 我曾用智慧 试验这一切事 我说 我要得智慧 智慧却离我远 诸事离我甚远 而且极深 谁能测偷呢 我一心要知道 要考察 要寻求智慧 寻求诸事的理由 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 乃愚昧和狂妄 我得知有等妇人 彼此还苦 他的心事网罗 手如锁链 繁忙 神喜悦的人 必能躲避他 有罪的人 却被他缠住了 传道者说 看啊 我将这事一比较 要寻求其理 一千男子中 我找到一个正直人 但众女子中 没有找到一个 我心仍要寻找 却未曾找到 看啊 我所找到的 只有一件 就是神造人 人缘是正直 但他们寻出许多巧技 传道书 第八章 谁如智慧人呢 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 人的智慧 使他的脸发光 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 既指 神起誓 理当如此 不要急躁 离开王的眼前 不要深于恶事 因为他凡事 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王的话本有权力 谁敢问他说你做肾魔呢 凡遵守命令的 必不经历祸患 智慧人的心 能辨明时候和审断 各样事物成就 都有时候和审断 因为人的苦难 重压在他身上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 因为将来如何 谁能告诉他呢 无人有权力掌管灵器 将灵器留住 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 这场征战 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救 那好行邪恶的人 这一切我都见过 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 所做的一切事 有时这人管辖那人 令人受害 我见恶人埋葬 这等人平生往来圣地 他们曾在城中所行的 被人忘记 这也是虚空 因为断定罪名 不立刻施行 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 倒想长久的年日 然而我准知道 敬畏 神的 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 终久必得福乐 恶人却不得福乐 也不得长久的年日 这年日好像影 因他不敬畏 神 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 就是一人所遭遇的 反照恶人所行的 又有恶人所遭遇的 反照一人所行的 我说 这也是虚空 我就称赞快乐 原来人在日光之下 莫过于吃喝快乐 因为他在日光之下 神赐他一生的年日 要从劳碌中 时常享受所得的 我专心求智慧 要看世上所做的事 有昼夜 不睡 绝不合眼的 我就看明 神一切的座位 知道人查不出 日光之下所做的事 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 都查不出来 就是智慧人 虽想知道 也是查不出来 传道书第九章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 详细考究 就知道 义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 都在神手中 或是爱 或是恨 都在他们的前面 人不能知道 凡您道众人的事 都是一样 义人和恶人 都遭遇一样的事 好人 洁净人和不洁净人 献祭的与不献祭的 也是一样 好人如何 罪人也如何 启示的如何 怕启示的也如何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事上 有一件祸患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 并且 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 心里狂妄 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盼望 因为活着的狗 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也不再得赏赐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他们的爱 他们的恨 他们的嫉妒 早都消灭了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事上 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你只管去欢欢 喜喜吃你的饼 心中快乐 喝你的酒 因为神如今 悦纳你的座位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 你头上也不要缺少告犹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 你在日光之下 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七 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今生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 要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必去的坟墓 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我又转念 现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资财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事 在乎事后和机会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鱼被恶网圈住 鸟被网罗捉住 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 世人现在其中也是如此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 据我看乃是广大 就是有一小城 其中的人数稀少 有大军王来攻击 高筑赢磊 将城围困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 他用智慧救了那城 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 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 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 被人藐视 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宁可在安静之中 听智慧人的言语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 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传道书第十章 死苍迎使作乡的告犹发出臭气 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 智慧人的心居右 愚昧人的心居左 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 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 掌权者的灵弱向你发怒 不要离开你的本位 因为柔和能免大过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 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 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 富族人坐在低位 我见过仆人骑马 王子向仆人在地上不行 挖陷坑的 自己毕掉在其中 拆篱笆的 必为蛇所咬 挪移石头的 必受损伤 劈开木头的 必遭危险 铁器顿了 若不将任魔力 就必多废弃力 但得智慧指教 便有益处 没有法术 蛇必咬人 胡言乱语也是无益 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 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 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 他话的末尾是 奸恶的狂妄 愚昧人满有言语 人却到不出 将来有甚模式 他身后的事 谁能告诉他呢 凡愚昧人 他的劳碌 使自己困乏 因为连进城的路 他也不知道 邦国啊 你的王若是孩童 你的群臣早晨艳乐 你就有祸了 邦国啊 你的王若是贵族之子 你的群臣按时吃喝 为要补利 不畏酒醉 你就有福了 因多懒惰 房子衰残 因人手懒 房屋低漏 舍百言习 是为喜笑 久能使心欢畅 唯有钱 能叫凡事应心 你不可咒诅君王 也不可心怀慈念 在你卧房 也不可咒诅父护 因为空中的鸟臂 传扬这声音 有翅膀的 也必须说这是传道书 第十一章 当将你的粮食 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 必能得住 你要分给七人 又要分给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 将来有甚魔灾祸 淋到地上 云若满了雨 就必轻倒在地上 树若向南岛 或向北岛 树倒在何处 就存在何处 看风的 必不撒肿 望云的 必不收割 凌从河道来 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 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 造众人之 神的座位 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重 晚上 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 哪一样发旺 或是早撒的 或是晚撒的 或是两样都好 光诚然是家美的 眼见日光 也是可悦的 然而 人活多年 又快乐多年 仍当想到黑暗的日子 因为这些日子 必多 所要来的 都是虚空 少年人哪 你在幼年 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审问你 所以 你当从心中 除掉愁烦 从肉体 克取邪恶 因为一生的开端 和幼年之时 都是虚空的 传道书 第十二章 现今 你趁着年幼 衰败的日子 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 那些年日 未曾临近之先 当即念你的 创造主 不要等到日头 光明 月亮 星宿变为黑暗 雨后云彩返回 看守房屋的发颤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少 就止息 从窗户 往外看的都昏暗 街门关闭 推磨的响声微笑 雀鸟一叫 人就起来 唱歌的女子 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杏树发旺 乍猛成为重担 人所愿的 也都废掉 因为人归 他永远的家 吊丧的在街上往来 银链折断 今晚破裂 瓶子在全旁损坏 水轮在井口破烂 到那时 尘土必 人归于地 灵必 人归于次灵的 神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再者 传道者因有智慧 仍将之实教训众人 他留心听 又考察 又沉说许多真言 传道者专心寻求 可喜悦的言语 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智慧人的言语 好像刺棍 又像给会中知识 钉吻的钉子 都是一个目者所赐的 我儿 还有一层 你当受劝戒 这书多 没有穷尽 读书多 身体疲倦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意就是 敬畏 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